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过去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就是现今在贝虐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剧情 本位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宝罗在这个地方也讲述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那时 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三个事态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三股束缚我们 捆放我们的邪恶的势力 第一 时代的潮流 就是今世的风俗 第二 洒战的权势 就是空中掌权的手里 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个使我们贝力的邪灵 第三 肉体的私欲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旷野洒战的肉体 各位 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 老爸 老公 儿子 不是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 婚姻 家庭 教会 不是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 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是这个 任性你的敌人 时代的潮流 洒战的权势 肉体的私欲 什么叫肉体呢 上一堂 书教掌讲到这个情欲 跟肉体一样 它是指到一种沉沦在罪当中的一种自然的生命 当然这个自然已经不自然了 因为就算成了创造来讲 它是不自然的生命 但是就我们已经活在罪孽过悍当中 它是我们一种沉溺在罪当中的一种自然的生命 有一种经典的教会历史上 关于这三个试探的解释 那么还有一处的经文 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比精神的骄傲 都不是从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那很多的铁金家认为 约翰在这个地方对世界上的事的三个归纳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精神的骄傲 对应着魔鬼 当年在伊甸园里 对人类的第一次的试探 那回回回来 你再翻到《创世纪》三章第四节 我们看第一次试探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 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个辣词 对吧 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愿人的眼目 其实可喜爱的 能使能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刚才我们把耶稣 胜过魔鬼撒 按刺探的一幕 与大卫打败哥利亚的那一幕 来做了一个对照 来认识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 现在我们要将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一幕 与亚当起诉受魔鬼试探的一幕 再一次的做对照 我们来认识耶稣作为亚当的后裔 在上帝的眼里只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叫亚当 第二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 一个新的亚当 一个弃亚当成为亚当的亚当 恶口啊对不起 我这几年我一直在祷告 一直说教会一直想为单身弟兄做一个云会 而我几年前已经把这个主题就想好了 叫做亚当不好 那魔鬼诱惑了第一个亚当 他成功了吗 成功了对吧 他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的我们悲惨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罪恶的生命当中 现在上帝的儿子来了 他来到地上替代亚当成为第二位亚当 亚当正好当他来当 这就是替代的福音 魔鬼也来相同的一幕 诱惑他 替野兽试探的画面 与超世纪第三章 伊甸兽试探的画面 是非常相似的 场地也很相似 那个时候 天使有魔鬼有野兽 伊甸兽的动物 他第一个人 人类起诉被造魔鬼嫉妒诱惑 引诱他 现在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表明什么 表明耶稣要做的工作 来自第二次的创造 耶稣成为人 是第二个亚当 是新人类的开始 是罪人的新造 救赎来自一个新造 所以在这个新造的开始 我们看到了救赎的开始的时候 同样的那一幕 那就是魔鬼来到他的面前 用同样的方式试探他 各位 现在你 现在你明白 什么是福音吗 什么是关于人类的救赎的好消息吗 不是关于你是否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 你是否能够胜过这三个试探 最半个三座大神 这并不是关于救赎的一个悬念 这件事情没什么悬念 你肯定胜不过 对不对 那三个试探你一个都胜不过 我也一个都胜不过 所以我成了牧师嘛 对 你也一个都胜不过 所以你成了基督徒 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胜过 或者至少明天就可以胜过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来教会 或者你就是这样的忍耐你已经来了 你今天坐在教会当中 你在来挣扎 你在想说 到底是让耶稣来帮我一把呢 还是让耶稣来完全的替代我呢 让耶稣来帮我一把 这只是一种人的宗教 让耶稣完全的来替代我 才是福音 对了 这才是悬念 人类的命运曾经取决于第一个亚当的失败 我们的命运取决于他的失败 现在我们的命运将取决于第二个亚当 他是否失败 阿里路亚 我们感谢主 阿里路亚 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魔鬼 因为主耶稣在旷野中没有失败 他已经得胜 阿们 他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 阿们 所以我们只管放胆无惧的来到失败的宝座前 会要什么 得联系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阿们 信耶稣是什么 信耶稣就是信他代替你进入了旷野 四十天 只像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四十年 如果那四十年已经成功了 耶稣很会这样生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带起你走进了旷野 那你就必须自己亲自再进入旷野四十年 去面对魔鬼的试探 你知道你的祖先已经失败 你也必须失败 感谢观看